彰化市公所每年在春節前夕 都會發給年滿七十歲以上的長輩 每人六千元的敬老金 那麼今天上午八年不到 警方就開到護送運鈔車 前往生活藝術館 那麼各地的里長或里長辦公室人員 是早早就來排隊領取 捧著白花花的鈔票開始點鈔 跟著包進紅包袋內 根據老杰今年交換是一共有兩萬九千零七十三元受惠 那麼總金額是高達了一億七千四百四三萬元 那麼總金額是刷新樂二十七年來的新高 由於每年發放現金總是勞失動眾的 因此今年有近七成三的長輩是選擇直接轉賬 不過仍然有兩成七的長輩依然要領取現金 那麼里長就表示了 因為不少長輩覺得親手拿到鈔票才有真實感 因此還是會持續地進行手工發放 那麼預計在今天上午九點半 民眾就可以到所屬的里辦公室領取禁勞金